當然我們是鼓勵柯文哲再次一個請假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的構成,他會不會請假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身為台灣民眾黨 他也是我們的核心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我們當然是鼓勵他再次一個請假 因為最重要是政治的一個破壞 而不是你沒有辦法來執行你的權利 這個我們還是要鼓勵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再次的一個請假 我會選擇黃國昌 為什麼 第一個他從時代力量來到我們台灣民眾黨後 可看見他的表現還有他的聲量 帶進我們台灣民眾黨非常的多 還有他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也是我們立法委員 也是我們黨團的總召 可看見他的表現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當然我支持黃國昌的理由就是那麼簡單 更何況他現在又是外界一直在打的一個人選 有什麼人要打代表他有聲量嗎 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有聲量的 來帶領我們台灣民眾黨走向的一個新的未來 我會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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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